我觉得这次当然 现在知道的顺序就是 越南巴基斯坦德国跟坦尚尼亚 那越南当然是一个长期的盟国 来访的人又是同样三连任的总书记 在政治跟做兄弟之邦上 都有很绵长的关系以外 他也是美国极力在争取的 一个印太重要国家 并且在他自己本身的梦想 在经济发展上 跟中国的依存性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我常常觉得 每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就是要在他的 国家安全战略利益上面 以及他的人民福祉 经济发展利益上面 要做一些平衡 那对于越南来说 能够左右逢源一定是最好的 那么中国大陆既可以是 他的战争和和平中间的一个保障 也可以是他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大市场 并且在过去的理念上面 有长期的关系 所以他是很合理的 第一个访问人 巴基斯坦最近有非常多的 因为气候变迁的灾难 中国大陆也是他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者 谭尚尼亚我先越过德国 谭尚尼亚从1970年开始 他主要的基建 从铁路甚至到了体育场等等 都是由中国大陆协助的 那像这一类的非洲国家 曾经有非常绵长的 西方殖民的血汉史 他们知道当西方的殖民国家 在殖民他们的时候 带来了西方的制度 但是对于一般人民的生计 是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而中国大陆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他们的制度 尊重了他们本地的制度 但是却很积极的在铁路 港口 体育场 甚至它的基本工业上面 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所以这三个都是不同的 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 可以对全世界表达的他们的重要性 那德国就是非常有趣的例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德国当然就是整个欧盟的核心之一 而且是欧盟最重要的一个工业强国 其他的国家的工业都没有像德国那么实 而且德国是一个算是财政纪律最好的 然后也最有那种在难民来的时候 他们接纳难民 在需要分配的时候 他们用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来分配 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它虽然还是一个战争发起国 但是它做了很多的调整 那这一次呢 萧自来的时候至少带了两个伴手礼吧 汉堡港是一个伴手礼 那个ELMOS的那个 汽车半导体的案子 是第二个伴手半导体 它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当你仔细去看经济理性的时候 固然你在政治正确跟军事防卫上 你听美国的 可是在经济理性上 德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强国 它面对它既有工业 过去市场的逐渐视为 譬如说汽车这种市场逐渐视为 它必须要去寻找它的新阵地 跟它的新市场 而中国大陆可以掌管的新市场 至少包括三个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 它自己的内需市场 它就已经够大了 它现在是全世界将近20%的GDP 所以它自己的内需 完全自主的终端市场 是中国大陆的 所以无论是汽车啦 什么电动车 只要是在中国大陆可以卖的 那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终端市场 第二层很大的是 它有高度掌控性的 其他国家的终端市场 就是它出口到其他国家 而其他国家很不容易去找到 一时找到其他替代的 那这种很多很多 因为中国大陆在500个工业大项里面 有将近40%是全世界第一 也就是出口很重要 所以它自己的内部市场 它可以掌控的其他的终端市场 以及现在中国大陆 借着一带一路 正在建立的新兴市场 西方以前说的新兴市场 都是用财务的概念 华尔街说我建你钱 你有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来处理 我去交易你的利率 可是中国大陆在创的新兴市场 是把它的基础建设建好 把它的工业基础建好 让它的基本的民生经济 可以扩大的这些新的新兴市场 这三个市场 都是以中国大陆的内需为核心 那么德国要找到老牌强国 要找到新阵地 要找到新市场 要找到新发展的话 从德国到中国大陆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两件事情来看 这个一个是出售汉堡港的股权 另外一个是晶片厂也卖给中企 虽然这两天也看到一些外媒报道说 萧茨没有学到不要依赖外国的教训 但是他所主政的政府 仍然对中方一再的让利 所以这后面的考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非卖不可 是这样的吗 不过那个 撤走他的都是他的内阁成员 表示他的内政府出了严重问题 你刚刚说不要对 不要太依赖中国 这也是他的内阁自己讲的 对 我认为萧茨如果不彻底改组他的政府 他未来也是岌岌可危 汉堡港反对的就是绿党 然后自民党都反对啊 然后事实上汉堡港哪有什么呢 那个事实上路特丹还有那个比利时的安德肥 早就已经出售中资股权了 那欧盟怎么不去党呢 所以委员您刚刚讲说 其实现在对萧茨来讲 他最大的危机应该是说他要想办法去搞定他内部的 就是要把这些人赶走啊 然后重新去跟基民党主大联合啊 梅克尔能够稳住德国就是因为主大联合政府嘛 那个萧茨那个时候就是梅克尔的财政部长 这笔投资中这个比率啊 根本就不会取得经营权 他刻意要喬价那是一个政治符合的问题 他从345降到24.9是有意义的 对对对 因为这样他财报就不能够并列了 那 可是那个 那个AMOS啊 那个更可笑 那个总价才5800万欧啊 这么小 而且他是做ASIC 就是做那个特殊应用的机体电路 那个根本就不是美国制裁的项目 然后他也要这样乱搞 你就知道他这个内阁已经精神错乱到什么程度嘛 对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中国会对德国来访 这个声音早就出来了 那中国为什么会一直犹豫 因为他觉得你还没有搞定你自己的政府 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那个副总理 那个哈佩克经济部长又出来乱讲什么 社民党的民调已经跌到25了 对 那绿党人民要超过社民党啊 你已经被操作成这样了 所以孟毕觉得说 接下来肖智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肖智现在确实就像阿姚老师讲的 遇到非常大的麻烦 德国很产见出现这种三党病例的这个 病例的内阁 事实上本来就已经埋下了一个未爆弹了 红绿的 确实像阿姚老师讲的 如果是跟基民党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你的这个基础就很就很强大 现在搞得变成社民党单独去面对两个 内阁里面的另外两个党都在反对他 而且反对的声浪越大呢 感觉起来理想性很高的时候呢 民众的民意他的民调还往上走 就操作的变成像绿党或者是自民党 他们就不断的在想像这个汉堡投资案啊 或者是去中国的问题 他就会更加的操作 因为目前看起来民调确实是 让他们得到了一些好处 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希望在内阁当中取得更大的喜次 更大的这个影响力 那可是问题是那就变成了 这个总理呢就变成这个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难过了吧 所以我们说会不会春暖花开 会不会真的他独排众议可以坚持到最后 我觉得他现在遇到的真的是蛮大的困境 国内的民众到底怎么样来看待消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回到刚刚的 这也是为什么消资在前一阵子 才会提出2000亿的纾困方案 针对这个目前乌俄战争所导致的 能源的价格他提出纾困方案 回到非常务实的我直接来口袋经济 我直接来给把钱来到这个民众的口袋里面 当然了这就导致了欧盟 欧盟很多的国家对他不满了 因为你口袋深你可以这样救人 可是我不行啊 意大利跳出来骂人 然后法国也看至少在外交上面要表现出来 我现在不能完全认同你 因为你的方式我如果照做的话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这样的资源来做 所以德国的做法造成整个欧盟国家 事实上对他们是很多维持 可是消资没办法不这么做 因为这才能让他重新回到所谓的民众所期待的 消资现在是独排众议他还是决定 就是要批准这样的一个投资 你觉得对于未来的中德关系的恢复 会不会有帮助 中德关系的恢复 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访问 很多的企业家访问 对于消资来说 他选择要站在比较务实的层面 来做这样的关系 虽然是独排众议 可是当然他的支持的力量一定也很强的 他不会只是先做这件事情 然后再去寻求支持 从他这次带的这些企业家的访问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在德国内部很多务实的企业家 已经在开始在后面给他很大的力量了 才让他 虽然在政治上好像民调会受伤 但是他还是坚持这么做 因为他可以得到的这个支持 可能是来自于业界 甚至是来自于未来业界所补助 或者是帮助的民间的声音 或许有反转的机会 如果这么做的话 靖哥您怎么看 拜登政府在接下来 整体战略规划的调整或是改变 我想这个10月份的时候 连续公布了这两个报告 一个是10月12号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跟10月27号公布美国国防战略 这两个是在整个战略的架构之中 有它的益存性 那这个 其实真正的底牌 老早就已经在3月28号 美国国防战略的机密版本 已经送到国会 所以在公开版本之中 基本上来讲是充满了所谓的 这个政治的话语 外交的磁力 像你刚才讲那个passing challenge 那个是就是紧迫叮人 紧衰其后 像那个acute threat 这个基本上 那个盲场也发起来 意思就是说 这个集系 这个集系 这已经发出来的 俄罗斯已经是发出来的 先处理的啦 对 但是问题是 这些都是你堆砌人 都华丽的迟早在这里头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哪一个真正的 就是说 我这个要做 我那个不做 所以这一次公布 我要跟各位这个报告 这次公布的时候 总共是84页 其中有23页是美国国防战略 然后另外呢 有25页是盒子 这个就是整件的 这个检讨报告 另外还有12页是有关 飞弹防御的 这个检讨报告 我就跟各位讲 这个我套用1984年的这个选战 牛肉在哪里 牛肉在另外两份报告 因为那两份报告 暂听节节讲 这个我们不发展 放弃 这个我们要做 这个要做 甚至详细到说 我们预备支持 这个叫做 英国 United Kingdom 做Mark 7的核弹头 它都写到这么详细 所以你刚刚讲到 两份报告当中 其中有一份就是关于核弹的核武生 也就是说它一次公布了三个报告 后面那两个才是牛肉 前面这个机密版本3月28号是真的 这个是幻数 现在两边已经到了成军布阵的时候 中方是越来越明确 美方还试图要去模糊的一个状态 先讲中方的明确 我们都知道8月台海中线已经被没收了 所以区域拒止反介入的这个网 已经到了台湾的东海岸 所以这个东 台湾以东的这个太平洋 已经成为它的一个大范围 那在这个大范围里面 敢于如此做 而且敢于常态化的在这个地方 侵略自然就是斗不怕破了 就是万一真的破了 我也告诉你 我臣民部正在这里 那这跟在8月的时候的白皮书 跟20大之后 对于台湾的两个主要的警告 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台湾他们反对的是 台独分裂势力 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 同时不放弃以武力解决 主要是针对外部势力干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讲的是很清楚 就对于台独跟外部势力干预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这是中方的越来越去清晰的 一种战略布局 那美方的现在还试图的模糊 我觉得我用试图两个字 是因为他们东一个人讲这个 西一个人讲这个 然后这个人说讲了 那个人说没有讲 从选举期间 拜登说 有些地方我们是竞争的 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合作 譬如说气候全球 到最近他还说呢 还有一些地方我们是竞争 我们不寻求跟你直接对抗 他在这里中间 不能逃避的一个问题是 你到底是one China principle 还是one China policy 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一字之差 一个是两个都说是one China 可是这个one China里面有没有包含台湾 这中间差很大 72年79年的事 两岸都认为是一个中国将来要和平解决问题 所以台湾要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可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 这个one China可以不包括台湾 所以在联合国开始单独讨论台湾问题 去说2758决议文可能不包括台湾 就是把台湾从这个one China的定义 逐渐的挪出来这件事情 是美国现在的模糊 有了这个模糊 他可以说 我们不介入 你们两岸自己继续去解决 这是72到79年的那个条件 也可以是现在Carrie前段日子 在记者会说 我们两边我们是双重贺阻 我们叫中国大陆不用武力 我们叫台湾不独立 他也可以将来有一天说 台湾是不属于中国的 因为他如果真的把它挪开了 那么他们就有一个介入 或者是干预的一个正当性 所以现在所挪的美国的模糊 只有在台湾 属不属于一个中国这地方模糊 而且给了美国三个战略选择 不介入 双边贺阻 或者是介入 美国现在开始重视 而且已经想要处理 这个两个盒子大国的情况 但是将来他们的盒子战略 会是做什么样的调整 因应这样的挑战 因为中国还是强调它不首先使用 而且这个原则没有修改 它只是数量可能会增加 所以美国就做出这样的推论 是蛮奇怪的 不数量增加实力也增强 可是它的原则就是不首先使用 最重要的是它的使用规则 比如说俄罗斯它的使用规则就是 当它的国家生存遭到大规模攻击的时候 它就可以使用 对 所以 而且另外就是对所谓的 这个台海战争的可能的冒犯 中国大陆现在有东风26 有东风17 26就Cover 4500公里 17Cover到2500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用核武的必要性在哪里 因为它所要防卫的只是航母的进犯嘛 那其他也用不到核武啊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不知道在论什么 我真的是看不懂 但是美国造谣说是这个叫做 中国大陆要增加河南已经造了15年的谣言 到现在也没有 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 中国大陆是唯一一个承诺过 不率先使用 不针对没有核武 不在无核地区 等等 那个是在它核弹之前周恩来讲 这是有成果的 然后第二天核弹 它那天讲的时候 全世界都说 等你有核武再说 第二天它就核子释爆 然后它再重生一遍 所以这个原则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 但是美国这个三不五事 就是它核弹增加 我已经看了15年 这个是要15年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去取行别人的谣言 15年来始终如一 你都是担心这个危险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 其实美国的核子战略真的在改变 因为现在就有人估计 它在欧洲可能会部署600枚核武 那韩国正在跟它谈核分享 现在它还没有答应 可是很可能会放在美军基地 那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也可能放核武 只是有美军贷款 还有AUKUS呢 AUKUS要卖核动力潜艇 那这个是不是核扩散 所以是美国自己在改变 只有它先进去说别人在改变 所以是美国的核子 所以我看它是美国的核子